剛說想婚的是跟男友講話 沒有啦 我覺得每個女生其實對於婚禮對於婚紗 都有一個很夢幻的憧憬在 對啊 所以其實穿上婚紗 你真的會有想要結婚的感覺 對啊 想請問養姨 其實蠻少嘗試穿上婚紗 因為其實工作上面小禮服居多 然後穿婚紗的次數好像 加拍戲也才大概五根手指頭數得出來 請問從前傳婚禮的女生 非常非常 對 我其實一直都很期待 因為我覺得女生都還蠻期待 自己可以遇到那個對的人 然後跟她結婚 然後有一場屬於自己專屬的婚禮 對 你自己想跟婚禮大概是怎麼樣 我希望是越簡單越好耶 對 因為我自從拍了真婚起事之後 我發現結婚起事世界蠻繁瑣的事情 然後在籌備婚禮當中 其實很容易會有一些小小的爭執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我希望我的婚禮是簡單就好 對 重點不是婚禮 重點是那個對的人 那姚姚心目中理想的喜餅是怎麼樣 理想的喜餅啊 因為我自己很愛吃手工餅乾 所以我希望我的喜餅裡面滿滿都是手工餅乾 但是在包裝上面的話 我希望可以有一些小巧思 就是大家收到喜餅之外 餅乾吃完了盒子還是可以留作紀念 對啊 那會比較喜歡中式還是西式的嗎 我希望中西合併 就是有手工餅乾 然後有中式的餅 考慮只要讓兩個小朋友當花童嗎 兩個小朋友當我的花童嗎 但我怕我結婚的時候他們兩個已經長大了 會這麼久嗎 應該還要再一陣子 因為我覺得雖然會有很多憧憬 但對於現實還是要護 我一定會做好萬全的準備 然後有穩定的經濟收入之後 我才會考慮這件事情 對啊 你自己喜歡小孩子嗎 非常喜歡 對 其實我們剛剛在後台有碰面 我剛剛還陪他們在看橋湖 對 我覺得有了橋湖小朋友都好乖喔 那姚姚剛剛有說到 就是要先抓住男朋友的心 要先就是 抓住她 對抓住她的胃 抓住她的胃 對對對 有沒有幾個拿手的菜 拿手菜啊 我沒有特定的拿手菜啦 但是就會 因為每個人的味道不一樣 對啊 所以我其實都會做 對 我蠻喜歡下廚的 而且因為 我很常看TLC的節目 是因為它真的有很多 跟烹飪有關的東西 像做蛋糕啊 然後剛剛講的 帥哥主廚到寧家 其實看一看 然後學起來 然後在某一些不特定的時候 做給心愛的人吃 我覺得會讓它真的很驚喜 嗯 那當然有些浪漫的人 有沒有做什麼浪漫的菜 其實我剛剛講那個 吃湯圓就是它啦 對 因為我就工作很累 然後天氣很冷 然後就會很想吃湯圓 然後有一天 他就 就好像隔兩天吧 他就自己煮了湯圓 然後還寫了一個小卡片 放在旁邊 其實我覺得 平凡的浪漫 我就覺得很 心會很暖 對 我不是那種 喜歡那種很大的排場 或什麼的 就是平常跟生活談戀愛 我覺得最棒 嗯 剛剛有講到自己 是喜歡挑戰的多事情 是 那2015年有沒有想要挑戰 2015年嗎 我沒有想要挑戰的事情 因為目前還沒想到 可是我也有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希望可以 多結集自己的力量 因為去年我許的願望 是我希望我可以 多做一些公益 但今年我是希望可以 藉由自己的力量 去影響更多人 陪著我一起來做公益 這件事情 對